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麻醉 是否会引起日后腰痛的后遗症呢 脊椎的一些麻醉症 赤肉脊椎的健康 就是两个腰椎之间 主要是软主织 包括一个肌肉 冷淡 脂肪 针头液比较细 可能会出现类似于肌肉注射的 一样的一个轻微的肿痛 一到两天可以恢复 不会产生腰痛的后遗症 穿湿症一般经过右背部的肌肉诊带 椎管内的麻醉 右背发生率一般也就2%左右 另外一些子宫护腱手术 盆腔的手术 手术时可能为了暴露手术部位 迁开器的一些切拉放症 可能也会引起腰背痛的发生 此外手术一些体位的不当 也可能导致腰背部疼痛的发生 在手术后要注意 不要大幅度的浮动中腰椎 穿湿症切断的部分的枕带 浮动度大了可能会影响修复 另外与年龄有关 与穿湿的技术也有关系 穿湿症的一个斜面 与斜面与腰椎的垂直 吃弱性 应该切断的枕带多一点 背痛的肌肉就大一点 当时坐穿这个时候尽量是平平的斥肉 其中也少一点 肌肉也小一点 注意一下平时的浮动 不要让肌肉过度的 Ordet少许 range 乱多一点 操续 诺 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